矿井提升机是一种在煤矿生产过程中用来提升煤炭、下放材料和升降人员的重要设备 根据矿井提升机工作原理和结构的不同,可将其分为缠绕式提升机和摩擦式提升机两种 正确操作提升机是保证矿井提升设备安全运行的重要前提 下面,我们以在煤矿中普遍使用的GK型单绳缠绕式双滚筒提升机为例,向大家介绍关于提升机正确操作的知识 1.提升机各主要部件概述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矿井提升机的主要结构 矿井提升机主要由六部分组成 分别是工作机构 制动系统 机械传动系统 润滑系统 观测和操作系统 拖动 控制和安全保护系统 1.工作机构 提升机的工作机构主要包括主轴装置和调绳离合器 缠绕式提升机主轴装置包括滚筒 主轴和主轴承 双滚筒提升机的主轴装置还起着更换提升水平 调节钢丝绳长度的作用 双滚筒提升机调绳离合器的作用 就是使活滚筒与主轴连接或脱开 以便在调节绳长或更换水平时 两个滚筒可以相对运动 2.制动系统 提升机的制动系统包括液压磐式制动系统 保险闸和传动装置 液压磐式制动系统由磐式制动器和液压站两部分组成 液压磐式制动系统的工作特点就是依靠弹簧制动 液压松闸 液压磐的作用是为磐式制动器提供压力油 控制油路以实现制动器的各项制动功能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 提升机必须装设工作闸和保险闸 保险闸一般都采用配重式或弹簧式的制动装置 可由提升机司机操作 同时还能够自动切断提升装置电源 传动装置是控制并调节制动力矩的机构 3. 机械传动系统 提升机的机械传动系统包括减速器和连轴器 矿井提升机主轴的转速 因受提升速度的限制 一般设定的比较低 大约在每分钟10到60转之间 而驱动电动机的转速则较高 约在每分钟480到960转之间 因此必须经过减速器 把电动机的高转速降低到适合于主轴的低转速 可见减速器的作用就是减速和传递动力 连轴器是用来连接提升机两旋转部分 并传递动力的装置 图锁式分别为齿轮连轴器 蛇形弹簧连轴器 齿轮连轴器 用于连接主轴与减速器的低速轴 弹性圈注销连轴器 用于连接电动机轴与减速器的高速轴 4.润滑系统 提升机在机械传动中 由于所有相对运动的零部件相互接触的表面 都存在着摩擦现象 会造成部件磨损 因此 为保证设备安全运行 就必须对有相对运动的摩擦表面进行润滑 所以润滑系统是提升机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5.观测和操作系统 提升机的观测和操作系统包括 操作台 深度指示器和测速发电装置 操作台 是提升机司机操作提升机的地方 深度指示器的主要作用 是检测并指示容器在警筒中的形成及位置 同时实现保护功能 由于它的独特作用 所以被誉为提升机司机的眼睛 为了测量提升机运行速度 滚筒直径大于2米的提升机 均配置有测速发电机 它与主电动机连接在一起 显示提升机速度的大小 配合实现超速限速保护 6.拖动、控制和安全保护系统 提升机的拖动、控制和安全保护系统 主要包括主电动机、微拖动装置、 电器控制系统和安全保护系统 提升机的主电动机是提升机的原始动力 它多数采用绕线型翼部电动机 这种电动机控制方便、调速简单 提升机的微拖动装置与测速发电机 都属于电控系统的辅助控制设备 在主电动机减速中了 提升机进入爬行阶段时 微拖动装置开始工作 使提升机在停车前 能进行一段稳定的低速爬行 以便实现准确安全停车 感谢观看